OK 嗨 各位 今天我应该是要做一个 不懂youtube上面有没有人做过的东西 我不懂是不是第一个啦 我想做的就是我想用华文来教大米尔文 因为可能讲讲就是 很多人对大米尔文出好可能几个 几个词以外好像没有什么很深的认知这样 所以我就讲讲我想来教一下咯 大概那么其实在我会先教字母 我会先教字母再教语法这样子 我不会来直接教那个一些比较有用的词这样 因为要的话我们就可能比较深度的学习一点 虽然讲可能有点太过正式但是我不管 然后在甚至在教字母之前 我需要你们来看过这些我这边 我在这边已经打好的字咯 那么这边呢就是你可以看到有可能 对你来讲完全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是什么软二音 硬二音捲舌音齿音 纯音对吗 其实它有道理它make sense的 就是比如讲齿音的话就是你的 你发音的时候你的那个 啊 舌头呢就会动到那个上上排牙齿的后面 所以基本上你讲话应该会的他之类的 so我在这边写一下 那么存音的存音就更简单了 就是你就就是要用你的嘴唇来发音的字咯 就不讲波波魔佛 应该在应该不懂有没有学过 ok 然后软二音的话就是 其实可能我会比较喜欢称之为后音啊后音就是很明显就要用你的喉咙来发音的就 有可能个可和之类的 so写一下 硬二音的话 这个硬二音比较难解释 但是基本上那他用的就是啊 讲讲就用你的 不知道我可以给几个例子啊 就比如讲你那个在华文里面我们会有这样 这车之类的就之类啊 ok 不过这个要小心 因为只要我用我 在教大没有文的时候 这个就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发音啊 ok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卷折音 就在你们在这边可以看到了 其实这个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系列 因为在很多个语言里面几乎是没有 这样只有南亚就是可能大部分的印度语言里面有 那么就像你可以在这张照片里面看到了 就是那个人在发音的时候他的舌头是动到他的上额的 所以基本上如果比如讲耳音 你会听到的跟特的话就是因为我把我的舌头放在上排牙齿后面嘛 那么卷折音呢相对应的就会变成是的的 就你可以尝试一下了 的的 然后比如讲呢的话 ok 呢 卷折的话就把你的舌头再放在上额 这样子 有点可能会比较飞食 但是也是全部都是习惯的问题老实讲 然后呢呃 但米尔文呢他的那个文字基本上是属于一种叫做 原音复表文字的字列 我们在英文我们会称之为阿布基达 基本上他的操作方式就是你的 你这是你的子音嘛对不对 你的子音然后你的母音呢可以放在前面 可以放右边可以放上面可以放下面可以放左边 甚至你要包围住那个子音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各种各类各种各样的排法了 所以呢呃建议你们就是在之后如果要读到米尔文的时候 要阅读的时候 建议就是比如讲啊你看你可以分别出哦 这个是一个母音跟一个子音子音跟母音的那个呃 这样讲一个combination的时候你就啊这样子记哦 这样子看然后这样子就去辨识出来 ok呃今天呢今天要介绍的东西 呃有很多吗其实我也不知道 不过我就在这边写些了 ok呃有四个有四个母音 然后有五个子音 那么那母音的话我会写下相对应的罗马 啊啊罗马字咯罗马进行过啊母音的话有这几个 ok可能现在对我们来讲看起来就像是美术这样子啊把之后啊写酒也是习惯的 ok so 等一下啊 嗯 ok 这五个然后呢 呃我会我会这样子我会这样子来形容 基本上呢就是这四个母音 我会分别称之他为啊就是短短a 然后拉长了的a就是啊咯就是嘴巴张开一点 就是短i1然后这个是拉长了的1这样子 好嘞子音的话啊有点特别 因为大美文其实没有啊分别 对科跟哥这样子来分别的 所以你基本上是要看情况发音的 ok 那么基本上哎啊这个这个字母 他的发音方式是要么是科要么是哥咯 然后这个是得或者是得 这是这是普通大美文他们如果来懒得用他们自己的字母爱达这时候 因为很多时候印度人他们打这时候就是直接用那种 呃英文的键盘啦 so 他们会这样子写不过在我我教的时候啦 我教的时候我会这样子写咯 ok然后这个呢这个就是那个选择英文那个的 那个或是那个的啊普通印度人他们会这样写啦 不过我在这个情况下你就要注意哦 选择英通常我都会在下面放一个点的 然后这个就可能会是不或是破 就是有没有呼气出来那个也要看情况 然后这个就是普通的么 那么我们现在有母音啊我们也有子音 那么下一个啊理性的步骤就是要学讲 把他们给般配钱嘛对不对就是一对一这样的配 那么我就像我之前所提到的这个这个 这个是一个原音复标文字 所以啊我就肯定就是一个子肯定就是一个子音配一个母音哦 那么我可以在这边我就先拿这个哎我讲话上去啊 我要拿这个课做例子的话 ok 那么如果他只是本身的话他就是这样子哦 如果就是这样子上面一定要放一点就代表后面没有所谓的 这样讲后面没有所谓的母音要发音哦 如果他如果他是个的话 这是这是可以了这个是个的话 你就把上面这个点拿掉 因为呃这个音其实在在大米文很长出现了 然后就是你可以想来就是很长出现了一个母音 可是你又不想一直写他吗对吗就是 这样你就放空了对不对啊这样啊 这种种逻辑 然后呢如果是卡的话卡的话就这边放空了 然后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啊 可以短爱就会这样子然后你的你本来那个很这样啊 你本来这个长起来很像摩鲁鲁的爱对吗 他就会他在这边哦右边这样子一定要插这样插 然后如果是长挨的话就会是这样子一个像蚂蚁的那个 安天哪这样子啊 OK 基本上呢这个就是啊 但但没有人的初级介绍了 那么啊当然了这个当然只是对于可以这一个子音罢了 那么我就会在这边可能写几个字咯 然后这边写几个字你们就大概可以就可以理解到这个语言的字母到底是讲炒作的 当然了我就只会用这一个session里面我所教的字吧 OK 那么我就在那边写一下 嗯 第一个我刚刚用了k嘛对不对所以我就这个是r 然后你看到k上面有点所以就是后面应该又是下一个子音哦 ok 所以这个如果我要写成罗马字的话就是阿嘎 阿嘎是姐姐 然后 是容易了他他称爸爸妈妈很简单的 然后这个就你看到上面的话 你参照回去 ok 这个是P咯 啊要讲分辨什么时候发音成P什么时候成B啊 那个可能我迟一点再想啊 不过现在你们就可能只是跟着 啊跟着我写我不知道 啊 说这个是阿爸 阿爸的阿爸就是爸爸了 然后 啊这个的话 这个是阿妈 你就你就有听到那个M 他有一点被拉长的阿妈这样子 所以这个很明显就是妈妈 然后啊我还有这几个 这几个 这个是大大 大大嘞 大大是意思是爷爷 然后你还有这个 巴迪 然后这个这个的念法是巴迪 巴迪是奶奶 就不是外婆奶奶 然后啊注意到我念的时候是的 巴迪不是巴迪这样子 有差别的 ok然后 啊给我看一下 可能几个比较 ok 然后有一个倾向就是啊 因为你们也知道印度之前有被英国殖民过 所以他们也有一个很喜欢在他们自己的普通日常说话的时候 对对话的时候参很多个英文字的倾向 所以其实一个练习写大明文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我会建议啊就是你可以尝试一下用大明文的文字去写英文 虽然讲可能有点不make sense 啊可是啊随便 那么这边我就给一个例子哦 通常呢英文来的有T有D的字都会都会用这个的了不会用的 ok就这边看到那个这个这个是长埃咯 然后这个是M 所以这个是这个是点啊 这个是你从英文的听来了 我可以随便乱发名字了其实啊 然后听的话就是一堆这样子哦 或是一组这个应该清楚瓜 然后给我看一下啊 啊 ok 这个的话 基本上嘞 现在这个这一段时间基本上就是我写一堆字了 你们就这样子练了 我不懂这样子 ok 这个演发 so 你可以看到啊前后前后都有 怎样怎样 前后都有 子音的时候前后都有子音的时候 你看这个k本来是k的就变成一个g哦 因为没有没有东西收到他就应该就要发音出来啊 八个妹就是啊一个部分这样子 然后我们还有这个长埃 ok这个念阿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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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是咯 有意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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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们还有 什么啊 我看一下啊 啊 还可以写这个 其实你刚才看到了这个一哦 他他不常出现 对这个 这个不常出现 不过很巧的是 不过很巧的是 他本身的这个意本身是一个 一个字来的 那么意呢 本身他就是长营哦 就是一些比较罕见的字啊 我不会不用讲讲 长营 然后我们还有这个哦 的 的 的 第一类就是火 然后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这个 其实不是本身不是字来的 不过我 不要啦 等下还有多两个 sorry 等下先 呃 这样子 ok 就你可以在这边看到 在这边的话 因为这个前后都有母银 so 在这个情况下 这个就念的咯 所以这个是 Edom Edom 它是地方 ok 然后最后一个 这个最后一个 比较不像是字 它比较像是接种词 就是你可能会插在 会插在一个 他会插在中间这样子啊 或是你你要讲它是结尾次也可以啊 我不知道 比较像接种词 but anyway 呃 这个是 这个它的念法是 Critter so Critter 它有一种 怎样讲啊 就 它代表进行体 就像你英文学的那个 present continuous tent continuous 啊就可能present past future continuous 进行中 就我在做这什么东西之类的 ok 那么这这几个字嘞 我应该会再写多一遍啊 我先缩小先 ok so 就像你们在这里可以看的 我会在那边写多一遍 你们就可能自己拿着 自己拿着纸跟笔自己练习写了 ok so 这样子 这样 然后上面要点 因为它是 因为它后面没有那个母银 然后就是啊 所以 aka apa 然后 ama a t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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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基本上就这样咯 所以今天就写到这边然后我下一个影片里面就大概 呀就在介绍多几个字多几个字母了然后我当然我就因为是连贯性了嘛所以我就用到 之前字母那么希望你们从这个 影片里面可以学到一点什么可能之后 看多几个就会对 他没有闻有一点比较神的认知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帮他你们办anyway 下个影片见